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TwitterSpace 今天是2022年8月30号 礼拜二晚上11点钟 欢迎欢迎欢迎 欢迎来到我们TwitterSpace的朋友 欢迎大家加入 我们今天跟大家稍微聊一下 市场上整个NFT的生态 那NFT有哪些种类 NFT项目要怎么样的运作 那NFT项目如果你要发行要注意什么 那我们在上个礼拜有跟几个不同项目 跟我们咨询稍微跟他们聊一聊 大概知道现在目前为止 有哪一些市场上 还是有些人愿意发NFT 但他们发NFT很多目的不是说 我只是为了发NFT 发NFT是为什么呢 我们待会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我们第一时间先带来看一下 整个币圈的币好了 我看一下目前为止整个市场状况 过去24小时 你看Bitcoin在一点 涨了跌了1.7% 来到了1.9800 在2万左右这边挣扎 那Bitcoin之外 就是East East在1522 East稍微从低位有一个 幅度的上涨 我们稍微带大家来看一下币价格 我们先大家来看一下币价格 我们等下来跟大家讲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 你看Bitcoin的话 日线4小时图 今天在这个地方 从这里第一位 就是昨天讲说1月 星期一早上开完盘之后 整个市场消耗完之后 整个价格是往上走了 但是我这个地方是不建议大家追 大家知道这个地方绝对通过都是 涨多了之后会回档的 这地方有机会 现在 你看过去两个小时 我原本还在想说这个会不会 涨到425,000多 2,500 或者涨到2,500以上 其实价格到2,0400 之后就回了 现在是19,800 East的部分 East的部分也是一样 East的部分可能稍微好一点 因为East后面 大家还是稍微心里面想说 这个merge的状况 预计9月10 45左右 但East这里只要是涨上来 都不是让大家做多的地方 这个地方上来这里一定要注意 East我们现在是在1,550吧 我们来看一下整个NFT状况 NFT目前会指市场上比较 受欢迎的项目 其实都是一些 freeming跟一些新出来的项目 这些项目 有些项目是在web2 就已经有一些东西了 比如我们刚刚讲的这个Crypto Symaging 那还有 这个Ranger Ranger Ranger他其实是一个设计师 这设计师原本在业界里面 蛮有名的 Cathway 我们刚刚稍微跟大家聊一下 那除了这些之外 再来才是所谓我们之前的 蓝筹的项目 最近有几个 像 Digi在Gagoo 也是一些 从web2就已经非常非常成功 项目进来 NFT 那所以这NFT的地方 他还可以做的还蛮成功的 毕竟他后面 现在跟资本质量接轨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什么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NFT的生态 然后社区发生什么事 我觉得有几个东西 第二要跟大家讲 第一个讲生态好了 因为像NFT 其实我觉得他有分两个种类 一个种类就是大的厂 支持 然后有这个NFT 不管是有大的这个厂商收购 大厂商品牌的合作 甚至有VC的支持 这个我觉得是归一类 那第二类就是本身原本的NFT 他本身什么都没有 那从这个地方产生出的一些火花 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 社区里面 我们昨天 昨天其实我特别还跟大家聊一下 我说跑去逛一下 我们以前常去逛这些NFT的Discord 结果真的Discord里面 有人在聊天 Discord不是太多 好多Discord里面都没人管 我特别还在这边留言讲说 哎呀 哪一些Discord有朋友 建议一下 哪些NFTDiscord 持续 大家还是值得在这个地方稍微花一点精神 有几个Discord 那有些蓝筹Discord 比如说我去逛什么 哎 Seprecon 什么Doodles 对不对 这种蓝筹项目Discord 一直都里面还是有人 那你说很多KOL Discord都已经没有人 KOL都没有人 以前讲了好几个讲 NFT的这些KOL 对不对 Youtuber老外 他们现在Discord都没人 那他们现在可能自己也没有在拍Youtube 我不知道他们待会我在干嘛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你要知道 NFT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非常非常像18年的ICU ICU也是透过一个大洗牌之后 然后到19年20年之后才慢慢有所谓Solana FTX这些很多项目出来 FTX18年出来的 Solana19年20年很多东西都是在那个时候 熊市的时候去Build 然后在牛市的时候才起胚 那现在反过来 我们现在看到好多人 其实你在熊市的时候 你不去关注这些community 不去关注这些项目 那其实措施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机会 那我们刚刚讲到第一部分就是 类似这种大的品牌 什么KoneX 无聊猴 然后变种猴 对不对 那这个Aletus 然后这些大的甚至Googee 厂商合作这些大品牌 他们是一批 那另外不同的 有一些从Web2来的 那这些厂商进来之后 透过NFT 那有办法把Web2的能量关到Web3 这其实我还不错 那除此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种新兴的 甚至一些原主的 原主就是Origin 对不对 就是我们讲说这个 原本就是从NFT世界出来这些 那这些 反而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在考验 如果原本在Web3留下来 产生出来留下来这些项目 有办法持续做渡过了熊市 那下一个牛市来就是很了不起 会很厉害的 比如Doodles 对不对 Moonbird 这些像Invisible Frame 看看Invisible Frame 最近好像有一点亮上来 有一些相对比较蓝筹 那这个地方我们看会发生什么事 大家这个我觉得是NFT的种类 那第二个跟大家讲说 就是NFT的发行跟融资的方法 我们有接触到一些不同的团队 那也是跟我们聊 那现在其实大部分的团队要发行 很多都说我CC0 我FreeMint 但是人家第一个就讲说 如果你CC0你FreeMint那你怎么赚钱 他可能会讲我收Roti 我收这个板税 我透过板税赚钱 但大家要知道 如果大家去看很多这种FreeMint的项目 现在其实FreeMint的这个率也是蛮低的 除非你本身后面的项目 真的是非常非常强大 而且设计做得非常非常好 不然很多像FreeMint的时候 我个人 连我个人都很少去碰太多FreeMint 虽然除非非常非常棒的FreeMint 我们现在大家逛一下我们Discord 我们Discord其实每天都有一些不同FreeMint的内容 跟大家分享 哎呀 Discord是有点慢的 没有我们就是待会再跟大家聊 我是说每一天其实都很多FreeMint的项目 可以让大家去Mint 但是大家知道FreeMint的博的是什么 FreeMint博的是一个 就是眼球博眼球 那他其实不需要你在第一时间去拿成型白银出来 他只是说希望你加入我的community 对不对那你来玩 这是你说你来 你来的话我是跟你说把community build起来 他们是看后面community后面的人在WordEffect的能量跟价值 那就是为什么这Discord在嘎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总要这么多钱 因为他的逻辑是Free-to-own 是什么你可以拥有但是是免费拥有MNT 你可以去玩游戏免费拥有 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新的逻辑 那这个逻辑其实你从最早很多游戏我们认知首次游戏 不管是LOL或者是很多这个游戏都是Free-to-play Free-to-play你在游戏里面玩并不会因为你买或者买装备 或者不买装备会产生强游戏的强弱之分 唯一比较酷的就是你买了装备就看起来比较酷 并不会因为你买装备比较强就变比较强 这个我觉得是让大家有办法说就算我无客 对不对那我也可以在游戏里面玩得很好 只不过我看起来就是没有这么酷而已 那这个其实将来在NFT游戏界 我觉得慢慢慢慢会有这个逻辑出现 如果是跟NFT游戏有关的可能是 我在里面玩NFT我是不需要额外的费用的 但是我在里面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做 不像以前早期NFT游戏也是你要花很大金额 才可以在里面ecosystem里面 去产生自己的赚钱的模式 但是将来的NFT游戏我估计 有可能就是free to play加free to own 那很多时候你在这个地方 你只要愿意参加你就有时间 你花时间愿意参加你就有机会得到你的好处 那这个我觉得是将来在NFT游戏的一个改变 那另外再讲到你说community base community要怎么样去build 我们跟朋友聊 所以我想发NFT 那我NFT community怎么build 那这边其实主要还是twitter跟discord 那对这个discord之外 你说我如果我有自己的YouTube 特别你有自己其他不同的平台 IG什么Facebook的社群 什么都可以 其实我觉得都无所谓 那重点是如果你每天有办法 产出一到四个不同种类的内容的话 那在不同平台 这个其实是有办法造成一个network effect 那除此之外 我们常讲的collab跟各个不同项目方合作 这个也都是一些不同的合作的技巧 那我想讲的是现在整个community的这个逻辑 以前我们早些时候我们搞考门阅 干嘛我们想要抽白名单 但现在你要知道 现在其实很早上用白名单 为什么 所有人都觉得我花那么多时间去干干什么 白名单以前还有二手市场 白名单还有人说画画 对不对我画得很好 那有人说我就去卖卖画 我帮你画然后你画就拿去拿白名单 就是fain art fain art其实跟白名单 这个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个产业 白名单二手市场 白名单交易 fain art就是这个是一个产业链 有一些discord 他们甚至还你拿钱来我就帮你画 你拿钱来我帮你弄白名单 变成这个工作室概念 甚至白名单交易所 对不对你买卖白名单 这个也都是变成一整套的一个产业下来 但现在我看到这个趋势 有可能不是不久将来 现在可能就是白名单的状况之下 很少人会再说我会收集你的 这个钱包认证这个认证 很多大家就是用premise 甚至有一些其他不同 收集白名单的类似这样的工具出来 那premise当然是第一 那我觉得这个将来 大家都是说我想要去抽 这些NFT 那我去抽 而不是因为我要花很多时间 在这个discord里面就花时间 那白名单逻辑其实像什么 就像是我要去发行股票 如果大家说 我们哪一家很好的公司要上市 对不对他做完roll show 那零售的部分 大家都可以去抽 那可能你就去你的股票经纪公司 甚至你的账户登陆进去 你去看那些IPO的那个lust里面 就可以跟发NFT一模一样 哪一些哪一些新股要上市 我上市要卖多少多少股 那最少一股 最少一手要多少多少股 一个人可以去抽几手 抽几手你要放多少钱进去抽 那这个其实就跟抽ICO一模一样 那只不过在正常的 就是在金融市场里面 他不需要你去赶白名单 他只不过说你去抽新股 你可以去抽奖 但是你就要去登记 然后抽奖 抽到了你就有机会买新股 通常买新股有机会赚到钱吗 那这个是在传统金融里面 那在NFT其实也是一模一样状况 我们发行新的NFT 其实就像是发新股票 那白名单其实就是 去买新股票的权利 那现在其实变成越来越公平了 大家不需要再去赶 不用唱歌讲故事 然后唱 然后搞一些很复杂的活动 所以为什么以前很火爆的这些 community很火爆的NFT的 discord里面现在都没人了 因为没有人需要去赶白名单 大家都不赶 你看我们之前好多这些比较火爆的项目 什么Gainster All-Star 对不对 甚至有一些很多很火爆的项目 到现在还没有发行 他们也没有让大家赶白名单 全部去premium抽就对了 大家是公平吗 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整个NFT 社群的转变 现在大家不太需要去赶白名单 白名单最早是说 留给一些早期在社区贡献者 我给你一个权利 常常有些新的社区出来 没有什么人关注他们 但社区里面有一些重要贡献者 比如说帮忙架设社区的人 帮忙社区里面安排 一些管理的人 一些moderator 甚至一些collab manager 他们去跟其他项目去谈合作 这些社区里面的人 那一般社区里面的funder 会给他们的报酬 是说哎呀那我就给你白名单 让你可以第一时间 至少你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 那这个其实是最早白名单的 的功能跟原因理由 到后来像白名单的公用性 其实越来越少了 那我觉得在整个生态的部分 现在整个NFT变成是一个 除了你本身这个项目是非常非常强 就是后面有大超级大的品牌支持 或者是很大的VC头 那你出来很有机会有办法 就是得到眼球 就是得到这个关注 那在我觉得在熊市的一个好处是 你只要稍微跟别人有一点不一样 你就有机会得到关注 因为毕竟市场上 做的好的项目少 而且人也少 那其实比牛市来讲相对是比较好 你要反过来讲 你在牛市如果去发项目 其实你发出了很多时候 你是看不到你要发的项目的 为什么 因为项目太多了 这满天星斗的一样多项目 所以东西如果不是超级超级好的话 其实在牛市的时候 你是看不到你的 那熊市的好处是相对 如果你只要比 above the average 你只要比市场平均 要稍微做的好的话 其实就容易看到 那这个其实就是熊市 做项目的好处了 那我们现在整个NFT的生态 我们跟几个朋友聊完之后 我们就想 感觉是 现在这个时候其实你说 可不可以发项目 不是不能发 现在这个时候不是不能发项目 只不过你发项目的时候 你要搞清楚自己要干嘛 不再像说之前 如果你熊市说 我随便发一个PFP 就个老笔钱就走了 那无所谓 那现在的等于是你quality 你NFT的quality会越来越 消费者会要求越来越高 我不是说我随便做个东西 就拿来卖 基本上现在比较卖不动 特别市场上这么多free mean 这么多免费 那你说你要收钱 那收钱如果东西又不是非常好 其实不太容易卖的动 那在NFT的角度来讲 我不是光卖一个头像 我后面还有其他各种负能 这个变成在人们去看NFT的时候 他会去关注的一个内容 那以及说我NFT发出来第一代 第二代 我是不是说我是发了一代 第二代再发第三代再发 这个东西都是一个整个配套 跟整个一个发行逻辑 那目前为止 其实你如果你反过来讲 NFT的社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觉得现在发生的事情就是 没量没人 大部分人都离开NFT了 为什么早期在NFT市场里面 这帮人 有些人项目方捞到钱 到现在为止他们在干嘛 他们可能现在在 做项目 有可能在 做其他事情 那这个地方其实 不太好讲 你说我们现在看整个NFT 如果我们来看一下Fly Finance 你看前几名 前几名其实都 量这个地方稍微也比较多 我觉得这个 其实这一代价格 进来之后 把整个NFT的量拉上来了 目前为止你看 当然量不像我们之前 在整个 市场好的时候量这么多 但是总的来讲 比前一个礼拜 前两个礼拜量还好很多 你看为目前为止 其实你看 前 前十名都差不多 100亿顶上 那不管是无聊 或变种 或Other side 这些东西 都是从第一位 稍微的翻扬 那这一波 其实下来 你看有一些比较老项目 似乎又得到了活化了 像Azuki之前 其实跌到6个亿 就没有什么人管 Cookat也是跌 Cookat其实后面 还有很多活动 其实本来市场 都没有什么人跌 我觉得这也是整个 因为市场冷得的逻辑 你看像是metaverse HQ在这个地方 还涨了60% mebps这个地方 还有3.7 10kdf 但是这些 市场 其实 有一些新的项目 出来之后 会有一些新的 所谓的meta出现 新的meta有办法 把旧的meta 跟总和进来 看能不能带一波新的走势 这个我觉得总的来讲 还是跟 整个大势有关 你不可能讲说 比特币一直跌 然后NFT爆炸 不可能 那一定是跟着大势走 但是NFT的角度里面 我们怎么样有办法 在这个地方 找出一个对的基点 我们在这个地方 做一些我们自己投资 不管时间 做一些事情 将来 你在不久将来 就会有很多很好回报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聊 在整个NFT生态部分 还有讲到白名单的状况 还有如果你说你想发NFT 或者是你觉得NFT部分 你有兴趣 有一些想了解的东西 我觉得可以来跟大家讨论 然后大家问问题好了 看有什么问题 看大家什么问题 今天我觉得市场上 在这个地方 看到一些蛮有趣的 你看像这个是一个emoji 这是application进来了 那这个Renggan Renggan Renggan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画家 这等于是一个漫画 最近其实很多动画 这个东西出来 那Catway 这个其实是游戏 是另外一个 类似这种所谓冒险 生存游戏的NFT 虽然发生就少 但是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 让时间来验证 如果时间有办法验证 所以我像不同种类 NFT 有没有办法在市场上 得到大家关注 而且存活下来 那很多的pass 这个地方还是持续的存在 你看prove collective 你看这个loot 我们前两天还跟大家讲到 loot这个新闻 人家讲到loot从高位 向下来是跌非常多 这个地方看是不是 有机会重新燃起 大家对这种 这算是legendary 算是这种经典的存在的NFT 所以这个市场 其实目前为止看起来 还是比前一阵子有趣 因为目前为止 毕竟有一些新的项目出来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不错 看大家有没有问题 给大家问问题好了 我们今天稍微跟大家聊聊我们这一阵子的观察NFT的项目 以及市场 那还有community的一些状况 那就是如果大家心里想说我将来想要做类似跟web 3 NFT有关东西 我觉得大家还是持续要这个地方持续的关注 那我们周一到周日晚上11点钟 我们都会在TwitterSpace这边跟大家分享 然后隔天在YouTube会有重播 也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参与 那我们讲到这里也祝大家一个愉快夜晚 谢谢大家 晚安再见 拜拜 拜拜